欢迎来到零零种种 如果个人违法会被处以刑事或附带民事的处罚 要么坐牢,要么坐牢的同时还要缴纳一定金额的罚款 那么公司和机构违法怎么办呢? 把公司搬到监狱去办公,好像不太行 那怎么办?罚呀,罚到肉桶为止 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史上最高的公司罚款 依照惯例,一般都是从后倒数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名,葛兰述史克,罚款金额30亿美元 葛兰述史克是一家全球性的医药公司,成立于2000年 不过这可不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 它是由葛兰述威康和史科毕成,这两家公司合并而成的 公司总部在伦敦是专门做新药物和新疫苗开发的 2022年的营收达到了293.24亿英镑 合并前的两家公司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18世纪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巨额的罚款呢? 史克公司研发了两款药物 帕罗西丁和安非他酮 这两种药物都是用于治疗抑郁症等疾病的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认定 他们没有经过批准就非法推广和销售了这两种处方药 那史克公司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做这件事情呢? 我们看一下 全世界抑郁症的患者大约有2.5亿人 没有想到吧 单单中国的市场规模就达到了百亿 抢先占领这个市场利润有多少可想而知 就在制作这期视频的时候 刚刚得到一个消息 著名的歌星李文也因为抑郁症而自杀 葛兰苏史克被处罚的另一项罪名是没有向FDA报告 他们公司畅销全球的糖尿病口服药 文迪亚的临床数据 并做了虚假和误导性的陈述 并且还向医生支付回扣等等 这是在美国对史克公司的处罚 同样因为给医生支付回扣 2013年 以对非政府人员行贿等罪名 史克中国被中国政府罚款30亿人民币 我们常常抱怨药价贵 我们看看这其中的利益链条 目前即使是实行零差价的中国公立医院 药价是实际出厂价的5倍左右 也就是说本来两块钱的药 零差价到了患者的手里 也需要10块钱 而其中这8块钱的差价当中 很大一部分就成为了医生的灰色收入 医生成为了药企的销售员 销售的药越多 它的回扣也就越多 而且有的医生会为了多拿提成 也就是回扣 本来一个疗程就够的药 它开到两到三个疗程 以上面的药价为例 开一个疗程 患者就得承担18块钱的额外负担 如果开三个 患者就要承担28块钱的冤枉钱 还得承受过多服药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史克公司2012年5月出厂的赫普丁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药 在中国的出厂价是142元 是韩国的7.9倍 加拿大的5.6倍 法国的5倍 英国的4.8倍 香港的3.6倍 史克公司背叛行贿是在波兰和中国 除了公司自身的原因以外 难道还有南举北至的原因吗 第四名 脸书 Facebook罚款金额50亿美元 2019年 脸书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也就是FTC 罚款50亿美元 在之前 2012年 脸书曾经和FTC之间达成过一项协议 承诺更好的保护用户的隐私 但是在2019年 FTC基于2018年3月份的一次 大规模用户信息泄露事件 对脸书重启了调查 当时Facebook承认 美国的剑桥分析公司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违规获得了5000万份Facebook的用户信息 并成功的利用这些信息 帮助特朗普赢得了美国的总统大选 最后 Facebook经过调查发现 最多大概有8700多万份用户的信息 被剑桥分析不当的分享 那么剑桥分析是怎么做到 让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呢 时间回到2014年 剑桥大学的一名心理学研究者 亚历山大科根 开发了一个类似心理测试的APP 名字叫 这就是你的数字生活 实际上是想利用参加测试者的资料 Facebook还为了研究人员的需求 在后台开放了一个API的接口 使得科研人员可以通过这个接口 获取注册用户的更多信息 包括好友的信息 而科根的这个APP还要求 好友必须在185人以上才可以参加测试 一共有27万人下载了这个APP 参与了测试 也就是说 科根获取了接近5000万人的资料 其中3000万的数据特别充分 可以建立数据模型 用以分析用户的性格特征和政治立场 期间科根一直对Facebook声称 它是用于科研用途 Facebook也没有深究 最终科根却把数据以80万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剑桥分析 剑桥分析我们下边简称CA 那CA分析是怎么做到操控竞选的呢 2016年 美国纽约的一个传播学教授 大维卡罗尔发现 自己的信息被一家远在英国的公司采集了 这家公司正是CA 在回溯的信息里 卡罗尔发现这家公司甚至比他的老婆还懂自己 在对于他的分析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卡罗尔不太可能支持共和党 在枪制问题关注度这个问题上得三分 在国家安全问题关注度上得的是七分 在传统价值和道德操守上得了是九分 这份报告指出卡罗尔最关心的还是美国的国战 这一项他得了十分满分 我们知道在竞选的过程中 在争取摇摆票时 这种精确的选民分析往往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理论上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会向卡罗尔以及和他立场相近的人推送 诸如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政策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解决美国中产危机等等这样话题的广告 或者会推送希拉里深陷邮件门丑闻 疑似与多名男性有染这样的信息 可想而知道德情操得分很高 并且关注国家债务的卡罗尔教授 会把票投给谁了 那么在整个事件当中 Facebook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FTC认为Facebook最早在2015年 甚至2014年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CIA获取了Facebook最隐私的用户数据 以及怎么样把它们用于政治用途 并且给用户画像 Facebook在2015年就应该封闭CIA的接口 但Facebook没有这样做 至于Facebook是不是有意借CIA的手 为未来可能操纵美国选举 做了一次测试 那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名 美洲银行罚款金额67亿美元 2008年众所周知 美国陷入了一场金融危机 也称次贷危机 什么是次贷危机呢 就是金融机构把钱借给那些没有偿还贷款能力的人 然后再把这些贷款组合成证券或者是金融衍生品 再打包分割出售给投资者或者其他的金融机构 评级机构呢也很不负责任的把这些债券评为3A级别 而买家呢也以为自己可以透过信用违约掉期等手段来规避风险 这些产品通过层层的包装转卖 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低估了风险 所以当美国的房价开始下跌的时候 次级贷款大量违约 那些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失去了大部分的价值 造成了许多金融机构资本大幅下降 雷曼兄弟由此破产 美国国际集团濒临倒闭 造成世界各地的紧缩信贷 原因是大量的刺激抵押贷款 导致购房者无法承担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 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 对大量的银行和商业贷款机构进行了调查 最终根据对他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惩罚 美洲银行宣布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 同意支付167亿美元的罚款 了结有关其误导抵押贷款投资者的官司 支付了金融机构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刑事罚款 美洲银行的大部分罪责 其实是由他所收购的公司干的 包括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和美林证券 除了美洲银行以外 整个美国银行业总共为其在这次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支付了超过2500亿美元的罚款 美洲银行是其中的最大一笔 第二名英国石油公司 罚款金额540亿美元 2010年4月20号 一个名叫深水地平线的石油转井平台 由于发生井喷无法控制 开始向墨西哥湾水域泄露原油 一共持续了大概5个月的时间 最终导致超过2.1亿加仑的原油 也就是7.95亿升的石油流入了海洋 造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生态灾难 它破坏了环境中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并颠覆了路易斯安那州 密西西比州 阿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 墨西哥湾沿岸的当地漁业 BP公司 也就是英国石油公司 除了资深的财务损失之外 同时也为在整个事件中的不负责任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015年 BP同意支付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罚款 总额为187亿美元 它还从2010年开始 拨款200亿美元 创建了墨西哥湾沿岸索赔基金GCCF 该基金将赔偿受害者 并偿还政府应对灾难的费用 为了这次灾难 BP总共支付了超过540亿美元的罚款和赔偿 这一数字可能仍然在增加 事故发生的深海地平线钻井平台 是可移动半潜船市 是属于美国的一家勘探公司 专门用于深海勘探 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已经服役了9年 并且一直保持优良的安全记录 还曾在2009年9月创下了油井专探最深的世界记录 也由于该平台始终表现良好 所以英国石油公司从2001年开始多次延长租约 一直延续到了2013年的9月 2010年4月20号晚上9点45分 平台开始发生井喷 随原油喷出的甲烷引发了大火和爆炸 钻井平台很快就陷入了火海当中 事发当时平台上有126名 隶属于不同公司的工作人员 大多数的工作人员用救生艇撤离 或者由直升飞机救起 经过美国海岸警卫队72小时的守旧 仍然有11人失踪 最后推定他们在爆炸中罹难 事故发生之后 多艘船舰参与了扑灭大火的行动 但没有成功 钻井平台在燃烧了大概36个小时之后 最终在4月22号的早上沉没 随后事故调查人员发现 井喷并没有被压制住 原油从封堵的裂缝处开始泄漏 并且不断扩大 经过测量在最坏的情况下 每天大约会泄漏16万2000桶原油 美国海岸警卫队和海洋能源管理局 在2011年9月公布的调查报告中认为 用于加固油井的水泥出现问题 是导致原油泄漏的主要原因 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发生以后 漏油事故附近的大范围的水质都受到了污染 不少鱼类鸟类海洋生物 以至于植物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路易斯安那州 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的鱼业进入灾难状态 在美国政府11月份的调查报告中指出 有6104只鸟类 609只海龟 100只海豚在内的动物死亡 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 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影响如同911恐怖袭击 第一名东京电力公司 2011年3月11号 日本北部发生了9级强烈地震 在地震发生50分钟之后 高度约为14到15米的海啸 就袭击了日本沿海城镇 大V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核电站当即停电 设置在地下室的应急发电机 也淹没在水中不能运行 水泵 燃料挂 紧急电池等大部分设备 或者受损 或者被水冲走 核电站陷入了全场停电当中 由于水泵无法运行 不能继续向堆心和燃料池注入冷却水 导致核燃料堆产生的巨大的摔变热 不能被带走 堆心开始空烧 最终核燃料因为自身的放热而融化 最终导致爆炸 这和切尔诺比利事故原因如出一辙 事故导致发生了一系列的附加损失 除了在周围环境中泄露了大量的放射性物质之外 还有氢气爆炸 安全壳破损 管道蒸汽泄漏 冷却水泄漏等等 使得这起事故成为了前所未有的特大核事故 这次事故在国际核事件分级表INES中被分类为最严重的7级 这次事故造成的受害面积几乎和民谷无视相达 达到了337平方公路 2012年 日本政府把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的20公里以内的地区列为警戒区域 20公里以外的辐射量较高的地区列为计划中的避难区域 共计约有10万名居民撤离 2012年4月根据地区辐射量的不同 重新指定了准备解除避难指定区域 限制居住区域和返回困难区域 原则上不允许进入返回困难区域 2014年4月开始 一些地区逐渐解除了避难指示 到2020年的3月 避难指示区域以及限制居住区域都已经解除避难指示 但返回困难区域除了一部分以外仍然保持避难指示 在后来日本议会对这场灾难的审查报告中认为 福岛核事故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为灾难 他们认为一部分责任应该归咎于日本的政府 但最大的责任来自于东京电力公司 根据检查报告 东京电力管理人员在灾难发生的前几年开始 就对安全要求莫不关心 事故发生以后 最初针对东京电力的索赔总额高达数万亿日元 和美金数千亿 随后的十多年中 针对东京电力的民事处罚不断争夺 2022年7月 东京地方法院下令四名东京电力高管 为其在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共支付13万亿日元约合950亿美元的罚款 2021年4月13号 日本政府正式决定把约120万吨经过稀释后的核处理废水排入大海 预计从2023年开始正式排放 尽管日本政府宣称处理过的核备水达到了国际相关排放标准 但随着排放日期越来越近 遭到了中国和韩国等邻国的强烈反对 尽管这次灾难被认为是一场深刻的人为灾难 但是在2019年 日本地方法院还是裁定三名前东京电力高管的过失罪名不成立 这也是这场灾难中唯一走上法律程序的刑事案件